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严若芳昨晚在脸书表示 有民众在宁夏夜市被空拍机当头砸伤 因此他希望以后政府能定立相关法规 他今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被砸伤的就是他的母亲 而操控空拍机的则是两名中国游客 自由时报报道 严若芳说 当时他的母亲带着 以岁多的小侄子去宁夏夜市逛街 走在人行道时突然飞来一架空拍机 连闪都来不及闪 直接打到妈妈的左眼和左侧头部 还好他的妈妈有戴眼镜 所以是眼皮被割到没伤到眼睛 但空拍机接着就掉落 螺旋桨割伤妈妈的手部 严若芳指出 报警后才知道原来是两名中国游客 想记录夜市风光 但由于人潮太多加上不收 如何让空拍机降落 进而发生意外 明夏夜市被化为警飞区域 中国游客最高空面临新台币 一百万元的罚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